接下来这位啊 哇 哎 好神奇啊 他站在那的时候 我的心跳真的加速了 真的是加速了 来 掌声欢迎沈梦辰 大家好 哇 又回到这个时候 这个舞台好激动啊 沈梦辰 好久不见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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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心怎么样 还好吗 挺好的 不要这么客气 好吗 欢迎沈梦辰 曾经的机友团团长 今天来到第一现场 来做嘉宾来打起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 我希望把我得到的钱 要捐给抗战老兵公益基金 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看大家都在为你喝彩 为你鼓掌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外公 他是一名军人 祝沈梦辰今天能够闯关成功 好不好 实现家庭梦想 一起开门大街 来了 干嘛 你怎么又来了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你走了以后啊 我们就请了这么一个 来代替你 哇 这个太直接了吧 当着 开门大街观众朋友 你干嘛你 你 要向我求婚 你干嘛 就是 让你别废话了 一边凉快去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准备好你今天的所有勇气和毅力 马上挑战开始好不好 好 第一扇门 请按响 门铃 那花儿我帮你拿着 谢谢小妮哥 这是我第一次按这个门铃 我来了这么久 我发现你腿变长了 真的吗 我今天特意配合你的身高 我穿了个平底鞋 你讨厌 你烦人 按你的门铃 我知道了 你知道了对不对 这个我知道 听出来了吧 什么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好久不见 确定吗 对 是不是 对吗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起 没错 好久不见 我会带着笑脸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我多么想和你牵一面 看看你最近太变 好久不见 不再去说从前 不再去说从前 只是寒暄 只是寒暄 对你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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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梦辰 哇 这首歌就是我想对你说的 可能也是你想对我说的话吧 我们真的是好久不见 回顾一下 你当年来到开门大吉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的 先看视频吧 连接第二现场 沈梦辰同学 诶 没这个人 哇 哇这首歌好浓 哇 你干嘛呢 每天像发神经一样 哈哈哈哈 你妈呀 你还跳舞呢 对 对 我在第二现场可欢乐了 我天哪 画面真的好多 我跟他们说了 不要切你的画面 他们要切这么多 哇天 你是舞蹈皇后啊 对 我觉得我在的时候 第二现场可热闹 真的 真的 还在现场做按摩 还有人给你按摩 我走了 不要留恋我 他剪出来这样一句话 好神奇啊 沈梦辰就是第一次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 尤其是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画面里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哇 女主持人还可以这样子啊 对 就是 玩玩闹闹 疯疯癫癫的 然后想来什么就来什么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不着编辑 跳舞 唱歌什么都可以 就那个时候大家觉得 哇 有点接受不了 但是慢慢看习惯了 发现说真的很可爱 对 那就是我 我其实私底下也是那样的性格 那你现在也不太疯啊 你怎么了 你先收脸了 你红了以后你就收脸了好多 毕竟还是有一个女神的光环在我的头上 你哪有 你还有女神的光环 没有了没有了 其实开玩笑了 我说到第一次来开门大集的时候 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怎么结缘的 我第一次是收到那个开门大集的导演 发给我了一条短信 我一看什么尊敬的沈梦辰女士 你好我们这里是中央三台开门大集的现场 希望你有时间过来当我们第二现场的主持人 然后说天哪我要上中央台了 我的天 我没有看错吧 然后我就赶紧给我爸打电话 因为我爸其实就是 对 因为我爸会觉得 他梦想中的舞台就是中央台 他就给我爸打电话 我说爸 我终于要去中央台了 我要那个登上中央台的舞台 我要当主持人了 我特别开心 但是开心完之后 我说不对 他发短信没有打电话 是个骗子 然后我又仔细看了一遍 我说这肯定是个骗子 因为他只发了一条 但是我又想上那个开门大集的舞台 想登上中央台的舞台 内心还是蠢蠢欲动的 对 我又是纠结 又不知道怎么办 最后我就把这个电话给到我一个朋友 让他们去对接 即使如果是骗子的话 他也直接骗不了我 还好后来你相信了我们 对 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这么好的机会 我不能放弃 那珍惜我们的平台 必须珍惜 你现在对自己的平台不太满意是吗 谁说的我可没说 好不吵事了 来吧 恭喜你收获了一千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干嘛 你又要给我 谢谢你 不是不给我 他怎么也学了你 变坏了 来吧 第二扇门 请按响门铃 加油 加油 好 给沈梦晨加油加油好吗 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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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仔细听啊 哦 第一次我 牵起你的双手 呼吸难过 心不停的颤抖 哦第一次你 请问我的双手 让你耳似消失 我哪儿走 对对不起 那个我 没事吧 没事 我们俩牵手 哦没关系没关系 不会影响啊 不会不会 还挺稳定的啊 不要那么八卦了 好好好 嘿嘿 八卦还在后面 来吧 什么歌啊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什么第一次 确定吗 确定第一次谁的歌 高粱的 好 让我们期待开门大喜 没错第一次 唱歌 当你看着我 我没有开口 已被你在头 爱是没把握 还是没有附和 你的要求 是我自己想的太多 还是你也在闪躲 如果真的选择是我 我哭起勇气去接受 不知不觉 让视线开始闪烁 第一次我 说爱你的时候 呼吸难过 心不停的颤抖 哦 第一次我 牵起你的双手 轻轻放下 不知该往哪儿走 那是第一次 直到天长地久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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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赵俊 谢谢 真好听 他是我们梦想的声音当中的一位歌手 嗯 而且是我们开心歌迷会当中的一位主力 同时也是在清歌赛上拿过奖的 哇塞 冉冉升起的一颗星星 对 今天粉米了 真的吗 谢谢 还不错啊 挺帅的 你的歌也唱得很好听啊 对就是长得不太像光凉 哈哈哈哈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你的歌声真的很好听 谢谢 掌声送给赵俊 谢谢 很羞涩的男孩 对 小鲜肉 说话太直的话会害羞的 你知道吧 对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跟你讲这样的话 孟陈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 两千元 来 耶 你知道小尼哥在你离开以后这几年的时间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 长了许多的皱纹 你好烦啊 还有鱼尾纹 你还记得第一次主持的那天的感受吗 你记得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新大楼里 是在老台一号演播厅 对 你记得那天吗 记得 我非常清楚的记得那一天的原因是因为那个舞台 除了鹿开门大吉也是春晚的舞台 对 没错 所以你第一次来中央电视台就上了春晚的舞台 对 你看我们多照顾你啊 我好激动 我就马上给我爸 又给我爸打电话 我是有多依赖我爸 我说爸 我上了春晚的舞台 然后我还 我当时我还带了 你爸以为你上春晚了 没有我上了春晚 他说啊 的舞台 然后我还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啊 我跟 因为要跟台里打报告嘛 然后台里就非常的支持 整个马兰山都轰动了 马兰山群众都知道了 对 马兰山群众就知道了 然后湖南电视台都知道了 然后都特别的支持我来上中央台 然后还派了一个记者 然后一个摄像 过来跟踪报道 真的 对 没有人采访我啊 那次 我跟你说 就是趁你不在的时候 我在台上溜了一圈 你好烦 然后就各种跟大家介绍 说 你们知道吗 这个舞台是春晚的舞台 也就间接地意味着我 我上了春晚 我的天哪 好可怕啊 爽不爽 太爽了 好吧 就感觉我太爱了 那好吧 只要你能够开心 我们也开心了 但是今天你最重要的任务 还是要拿取更多的家庭梦想基金 对 为了你的公益梦想 没错 好不好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继续前进 请按下门铃加油 沈梦辰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正在收看的是 有买好钻超划钻的六贵符珠宝 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集 老子的班子这个 应该 哎呀 没有老子 哎 别唱 别唱 回来 咋了 我看观众都唱起来了 因为大家听到这首歌很有共鸣啊 很有感觉啊 你听出来了是吧 我也听出来了呀 好 什么歌 三个字 什么 上海滩 对不对 真的吗 确定吗 上海滩 就是上海滩 那我们听一下啊 第三扇门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集 没错 上海滩 大家听到哪里 海滩大集 都是参加的 混着偷偷一片秋露 又有喜又有愁 就算风波轻翻笑被忧 迎远方过千朗 在我心中喜富高 谢谢叫海华和我们的舞蹈演员 恭喜梦辰家庭梦想基金 已经积累到了三千元 好激动 我们俩当时拍过一个短片 来看吧 好 我们导演人找到了这部片子 当年的梦辰 真的是那件衣服呀 对 就是刚刚那个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 我还以为我不会来了呢 你还在生气呢 你干嘛说我跟着你啊 是我错了 哎呦天呐 这牵手牵得好自然 小妞哥你们躲那儿去了 我们好丢脸啊 其实你能够相信我 我为什么不能相信你两人 那个女人挺漂亮的 漂亮不能带 帅的帅的 可以把她介绍给我认识一下吗 真的 今天我约你出来不是想跟你谈其他女人 那想谈什么 谈我们两个人的事 谈我们两个人的事 我们俩 我想 我想带你好好玩玩 这个时候的夜上海 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你想干嘛 我带你感受一下大上海的风情 诚诚 今天我看一下我眼睛有没有 眼睛有没有进展 好 诚诚 今天我约你出来 不是为了别的 那是为了谁 我想带你在上海好好玩玩 还有呢 后面的忘词了 我想 然后呢 我想 我想跟你说一声 让我们期待 开门 大棋 其实除了这个还有好几部呢 对 我们俩还演过好几部 还演过卢山恋 对 我的荧幕初吻 哦不 是你的荧幕初吻 给了 我们两个有荧幕初吻 好 明天的头条出来了 完蛋了 好 换个话题 聊聊你的亲友团 聊聊你亲爱的这些人 好不好 今天你的朋友们 家人来了吗 来了 哎呀我刚才在后台 好像就看到了非常熟悉的身影 哦 来连线第二现场 公园 小妮梦辰你们好 你们好 第二现场的人应该是此刻梦辰 最想看到的人 对不对 对 对吧 嗯 沈爸 沈妈 还有梦辰的同学露露 哎呦 你好 好久不见 小妮哥好 小妮哥 对啊 哎呦 沈爸 小妮听到吗 沈爸叫你小妮哥 对啊 沈爸很年轻啊 今天只有27岁啊 哎呦 不是 他跟他梦辰一叫 他跟他梦辰一叫 这亲戚啊 哎呦 我们也叫他小妮哥 对啊 我一直叫他小妮哥 叔叔好帅 好 嗯 我们问一下吧 妈妈吧 就是梦辰说 他刚登上舞台的时候 第一个打电话就给您打了 对对对 当时心里什么感受 那当然非常高兴呢 嗯 是吧 他实现了我的梦想 哦 您的梦想 这个走上这个严实舞台 你天哪 这个是一个荣耀的事啊 哦 上了开门大吉之后 回去爸爸是不是也应该走亲 访友的 然后都会跟大家通知一下 说我女儿上央视了 上开门大吉了 不用我爸爸通知 所有人都给我爸爸打电话 手机都打爆了 说哇 恭喜啊 老沈 你们家女儿有出息了 上了中央电视台 我们邻里相亲都更和睦了 啊真的吗 对 邻里相亲更和睦 哦 老沈也把耿挖坤 所以老沈爷们都更和群了 你还记得吗 我们有一次发过一个朋友圈 嗯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 然后我发了朋友圈之后 我爸在下面的留言 特别的正能量 什么 说 央视份 国际份 大舞台 展风采 哇这个 你还记得吗 2017年中央电视台的那个广告语 完全你可以用这句啊 就是你看二位哈 我们现在这个事业也小有成就了 对吧 然后是不是你们着不着急 他的个人问题呢 当然我作为父母亲都希望他们找点成家 是吧 但这个事情是孩子们的事情 是吧 孩子们的事情 就是孩子们自己着促自己选锤 我们都会支持 都会尊重他们的意见 说得好 爸 爸爸说得很 完美 毕竟是彩排过的 你确定没有彩排过 我就怕你们问到这样的问题 我说爸 你一定要官方的回答 但是刚才爸爸稍微说漏嘴了 我的耳朵非常好 爸爸说的是 作为父母 我们当然希望他们早日结婚 他们 那这个没错了 哇 爸爸 你分析是两个人的事啊 是吧 当然是他们啊 对不对 我就问一个问题 叔叔 多的不问 现在的您满意吗 满意谁呀 现在的满意吗 就是现任 他问你满不满意 现在的 他 您满意吗 对 我们没有问是谁 真的不要 别问 就是满不满意 就满不满意 满意谁 我不知道呗 你要说说他的名字 要不然我爸不知道 还要说个名字 好 那我再加一个 没事没事 要不这样吧 爸 你就说满意吧 不然他会 那个也问到底的 叔叔 满不满意 那他满意 我就满意啊 这个回答不错 真的是 我估计这个时候 公言爸爸的 你摸摸他的背 估计汗都已经下来了 不是你摸摸我的背 我的汗都下来了 你现在摸摸他的背吗 沈梦辰千彩牌万彩牌 没想到小尼哥会问出 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爸爸那时候 就愣住了说 我该怎么回答 我别说错话呀 这句话没彩牌过呀 但是爸爸说的非常完美 只要他满意 我们也满意 打一百分 叔叔 棒 特别棒 谢谢小弟过来关心 来 交给他 那你们缓缓吧 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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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辰 谢谢 松口气 我保证不会再问这种八卦的问题了 你懂我的 我懂你的 请按响门铃 加油 第四项门五千元 家庭梦想至今 此时此刻 沈梦辰的内心 非常的焦急不安 他的汗都下来了 他此时此刻 已经没有心情再去按门铃了 你 我 我 我 这首歌好熟 我 这首歌 有点老了 你在我们这里见证过无数词的那个仔细小的 哎 你刚才哼的是对的 说明这首歌你听过 我听过这首歌 嗯 透过月亮开漫的鲜花 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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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我 是不是这个 是不是刚刚我唱的那一句 是不是 是 那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爸爸说你满意他就满意 你满不满意 是这样好不好 如果这道题我答对了 我就告诉你我满意还是不满意 好嘞 你想知道答案的话 就必须要助我一臂之力 你想要过这一关的话 咱们走着瞧 确定歌名叫做 透过 透过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确定这个答案对吗 对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对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孟臣同学 我终于知道 要知道我心中的答案了 你说好了啊 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满大吉 没错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哇 海鲜花 哇 海鲜花 哇 海鲜花 透过开满鲜花的月亮 那层又蓝又蓝的眼神 充满神秘充满幻想 一种双双朗朗的心情 所有烦恼此刻悲望 只想只想在你耳边唱 唱出心中对你的向往 古老的穿梭 今日的沉默 美好的感觉 永不停的山梭 你唱到天上月亮 你唱到天上月亮 你不再睡的中央 永远停在我的心上 你唱到天上月亮 你不会随我流淌 永远靠去我的身旁 永远靠近我的身旁 你唱到天上月亮 你不会随我流淌 永远靠近我的身旁 你唱到天上月亮 你不会随我流淌 永远靠近我的身旁 我怕有一 Пр Ms.我 revolution fishing 海涛 海涛 소� curated 你们唱得越来越好了 海涛默想 peer 嬌型 你好我是海涛 你好 那个没有我们绝对不是故意的 他的名字正好叫海涛 掌声欢迎陆海涛 谢谢大家 但是我的这个姓也跟他谐音 我姓陆 跟谁啊 我们有没有说谁 我又没说谁啊 你挑事是吗 我说我姓陆 很正常吧 对他姓陆 对呀 掌声欢迎陆海涛 太有才了 大家过年后 你好棒 越来越棒了 等一下 你觉得两个海涛哪个比较帅 谁啊他 我觉得 好难选哦 因为他就在我的面前呢 他在你面前 如果我说另外一个帅 他岂不是很难过很伤心 所以你就要说 你最帅 好嘞 这个答案我喜欢 谢谢掌声送给海涛 好嘞 刚才爸爸说了 他满意 爸爸就满意 那你满意不满意 怎么现场多了那么多沈梦辰 请正面回答问题 好了正面回答了 满意吗 嗯 因为我前两天才看到一个节目上面 说到了梦辰 他说 最近好像压力还挺大的 因为可能娱乐圈就是很纷扰 然后你一不小心就会惹到一些人 然后针对这些事情 他说到说 我不管怎么样 还是希望梦辰 还是那个快乐的梦辰 还是希望梦辰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希望你永远保持自己最本色的东西 所以从直言片语当中 我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细心的男人 即便他有时候会忘记你的生日 即便有时候说生日快乐的时候 会稍微晚那么一两天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以后可能会成为你生命当中 能够接替你爸的那个肩膀和大山 所以祝福吧 不管怎么样吧 小妮哥你说了好多好感动啊 这是真心话 最近他真的瘦了吗 瘦了 你们还真找了照片啊 你看以前 现在真的是瘦了 不是屁的 不是修的 这个不是 这个真的是他瘦了 立志要做一个型男 是为了那一套特别的西装要穿的得体合体是吗 我我觉得应该可能似乎是的吧 好 不要再问太多了 不要一下满足所有人的好奇心 咱们留着点好不好 好 不管怎么样 希望孟晨呢 只要是开门大吉的家人 就希望他每天都开心幸福 好不好 不管未来的路怎么样 好吗 这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五千人 耶 来 耶 准备好了吗 我一次求助还没用 对 所以你还可以继续前进对吧 对 可以的 请按响门铃 加油 哇 这首歌 我觉得导演组也太眷顾我了 这首歌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那就丢脸丢大了 好 那我郑重其事地问你 打算什么时候嫁 都下一趴了 好好好 下一趴下一趴 好 来 你知道这个歌名了对吗 对 那我认认真真地问你 嗯 说出他的一个优点 张口就来脱口而出 最大的优点 细心 跟我说的一样 对 真的很细心 好 他也真的忘过我的生日 真 这是真事 对吧 你当时是什么心情 当时就 好了 我们要回答那个题目了 好 先放你一马 来 歌名叫做 歌名叫做 我爱祖国的蓝天 这首歌我相信你近期一定特别特别有感情和感触 我爱祖国的蓝天到底对不对 让我们期待 开门大机 没错 我爱祖国的蓝天 晴空万里阳光灿烂 把爱与为我不拿到东方送我飞向前 金灰色的朝下 金灰色的朝霞 在我身边飞舞 腳下是一片錦繡河傘 水冰愛大海 起冰愛草原 搖紋飛行的愛什麼 我愛蘇果的藍天 讓我們把掌聲送給孫丹 謝謝孫丹給我們帶來的這首 我愛祖國的藍天 恭喜你孟臣 你的家庭夢想 基金已經積累到了一萬元 好棒 這首歌為什麼這麼有感情 想跟我們解釋一下 我現在身份不一樣了 因為我現在是中國人民解放軍 空軍新兵戰士 空軍新兵戰士 所以我很愛祖國的藍天 所以原本是錄一檔真人秀節目 對 沒想到自己真的是愛上了這身藍軍裝是嗎 你知道嗎 現在很多人都問我說 你最喜歡的衣服是什麼 我說我最喜歡的衣服就是軍裝 你最愛的顏色是什麼 我最愛的顏色就是藍色 真好 所以這個節目改變了很多 真的 我走在大馬路上 只要是看到穿軍裝的人 我都覺得很親切 我感覺他們就是我的親人 如果沒有這段經歷 可能不會有切實的感受 不會 我們好像找到了一段視頻 我們看一下 我們蒐集了一段視頻 就是孟臣在 你幹嘛呢 給你們三個小時的時間 把你們畫的妝全部都卸掉 哇 相對來說 我覺得我宿戀差一點 別剛說沒洗乾淨 光線也有問題 時間不夠 沒有 那為什麼沒洗乾淨 臉大 你也太逗了吧 臉大 那就是時間不夠是吧 沒有沒有沒有 那為什麼沒洗乾淨 因為防水睫毛膏 難洗 你還一套一套的 他都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不應該化妝都裝 這個不知道 真的 我們每天晚上精神衰弱 睡覺什麼的 鞋都不敢脫 我那段時間也是就穿著那個軍服 對就直接睡 然後時時刻刻都覺得外面有聲音在響 來了來了來了 最勁爆最驚悚 年度最恐怖畫面 馬上到來 5 4 3 2 1 太醜了 想著準備作戰 就是這個截圖被大家發了 沒有什麼能難倒我 哇 那真是直升飛機在上面 左降 哇 高度不小呢 那個動作姿勢標準嗎 那是你啊 剛說完姿勢標準 結果摔了一招 你摔得也太慘了吧 摔不過三秒 先把掌聲送給我們這些空軍 新兵 女戰士 特別不容易 最大的我覺得克服的心理障礙 就是剛才蘇妍的那個畫面 我覺得對女孩子來說 害怕 我就豁出去了 其實也無所謂 因為很多人都會在網上說 哎呀你怎麼那麼黑呀 皮膚那麼黑呀 那麼醜什麼的 確實挺黑的 對 我是挺黑的 但是說句實話 那個是真的是 後來被曬黑了好多 那幾天 但本身皮膚也不白了 好 然後呢我就其實我是覺得 皮膚黑一點無所謂 只要心裡不黑就行 哎呀喝 心靈雞湯一套一套 我是說真的 真的嗎 這是你現在的最真實的感受 對 所以沈孟辰真的是一個活得很自在 很瀟灑很真實的一個女孩子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而且是越來越多的人去喜歡她 所以真正的自我真正的瀟灑 是不怕任何困難和挑戰的 所以今天我們特意為沈孟辰 準備了一個環節呢 就是現場卸妝 來來臉盆卸妝液 毛巾 好 哎呦別怕別怕 扶住我扶住我 我嚇你的 冷靜冷靜 這孩子心理素質還是挺差的呀 哥哥這麼一下你就癱了 沒事冷靜放心 冷靜冷靜 不會 哥哥不會害我的 如果說你答錯了就讓你卸妝 好嗎 你要有自信呢 接下來是你的第六扇門 你依然還沒有用你的求助 你有機會 我擔心哦 我要不要再繼續 繼續是不是 好 決定了 好 那我繼續吧 好 請按響門鈴 我覺得步子越來越重了 錯了就錯了 大不了卸妝 哈哈 好熟啊這首歌 這應該是我媽媽跳廣場舞的歌 對對對 是 是的 是的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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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然後又 你留下來 嘿 留下來 但當然不是這首歌我知道 只是旋律比較像 跑篇了 我覺得 應該又問下我媽媽她們 好 那我們就收住了 好 來 連線第二現場 媽 哎哎哎哎哎 別亂叫 別急我還沒說完呢 媽 沈孟辰的媽 您知道您 您 您愛跳廣場舞啊 我還偷會知道呢 是的 我跳廣場舞 這是您跳過的曲目嗎 是的 真的 我 你看 是 是 站在草原 往北京 接受這個答案嗎 接受 相信媽媽 愛您哦 謝謝 站在草原 往北京 這是你的第六扇門 到底對不對 讓我們期待 開 門 大 街 耶 看看 烏蘭普洋 我不知道媽媽現在也沒有在跳 滑爛爛的天上飛行影 我在高崗眺望北京 側耳傾聽母親的聲音 放眼欲穿重山峻林 雨波波的操場聚馬戲 我在草原歌唱北京 誰的眼睛掠過了風景 陰風高唱五星紅旗 我站在草原往北京 青青山岡心狂神怡 讓心放肥這喜悅的心情 吉祥才餘獻給你 吉祥才餘獻給 誰獻給你 先給你 歡迎烏蘭圖雅 同時我們要特別感謝 由海電文化館的阿姨們大姐們 給我們帶來這段廣場舞 新年快樂 好的 孟辰同學 恭喜你家庭夢想基金 現在居然 居然竟然已經積累到了 一萬五千人 哇 哇 好高啊 要感謝媽媽 一萬五千人 真的要謝謝媽媽 風景時刻幫了你 人往往常常都會面臨選擇 繼續前進還是見好就收 那如果我下一道題沒有答對的話 那就清零了 對 你知道你最了解規則了 我覺得通過這幾下門之後我便成熟了 幾下門你就成熟了 對 因為你說的嘛 成熟就是 見好就收 就是懂得在什麼時候放棄 所以我覺得我成熟了 見好就收 恭喜你沈孟辰 今天你的家庭夢想基金 一共收獲了一萬五千元 所以沈孟辰今天收獲了 由做鑽石女人六桂符鑽 為幸福閃耀的六桂符珠寶 為你提供的一萬五千元的 家庭夢想基金 曾經我們幫助別人 去實現他們的夢想 今天我也有責任 幫助我們的親友團團長 去實現他們的夢想 但我更想說的是 作為見證孟辰成長起來的一個哥哥吧 也希望你真的是越來越好 就像你說的 不論是在事業上 還是在愛情上 我希望你能夠美美的甜甜的 幸福一輩子 做永遠的快樂的孟辰 好嗎 好 謝謝孟辰來到開門大吉 謝謝小明哥